我问你 孩子的事怎么样了 哪有那么容易啊 压压那个性你又不是不知道 宁得跟个牛似的 谁劝她也不听啊 没用的东西 你能办成什么事啊 这话我可不爱听 我要没办成过事 您跟向辉怎么在一块的呀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以后这件事不要在任何场合提 你听明白了吗 行 行 我记住了 我不跟任何人说 咱们俩合谋把向辉 弄得你床上的事 闭嘴 孩子的事你赶紧给我解决了 要不然 我给你的钱还能让你吐出来 你别到急什么呀 山人自有妙计 妙计 你还能有什么妙计 乾坤大挪移啊 说人话 就压压身边啊 有一高副帅 对压压身一往情深 此人可用之 高副帅 谁呀 刘虎 刘虎 是火器公司那个刘虎 对 你认识 何止认识 你确定 他真的喜欢毛鸭鸭 确定 他真的喜欢毛鸭鸭 他们俩天天在一块儿 好得跟什么似的 那你知道 他有个前女友吗 听说过 他那个前女友叫何与琪 就是火器公司那个琪 好像是这名字 他现在是我哥的女人 什么 他那个前女友叫何与琪 下班了 我专程在这里等你的 你等我干吗呀 听说你受伤了 怎么样 我来看看你 还好吧 你怎么知道我受伤了 当然是刘虎跟我讲的了 他什么都跟我说 我们两个相互之间 从来都不隐瞒的 是吗 那恭喜你了 我来是为了要提醒你 跟刘虎保持距离 因为你会给他带来困扰的 何与琪 你真的爱刘虎吗 当然了 我这一辈子 我只爱他一个人 他也是 那你爱他 为什么还要伤害他呢 这些跟你没有关系 即便是我跟你说 你也听不懂 谁没有谈过恋爱啊 慧琪 其实你不用紧张我 我们俩也都一样 都是为情所困 我呢 全力以赴在寻找我的爱 而不得 你呢 明明爱你的人就在身边 你却要伤害他 而且还是以为他好的名义 你说可笑不可笑 梅安安 你不要跟我说这些没有用的 我来是要你给我一个保证 保证你跟刘虎断绝来往 何与琪 我给不了你什么保证 就算我跟你保证了 你的心里依旧会不安的 因为这是你跟刘虎之间的事情 跟我没关系 你应该去问问刘虎 问问他 他还爱你 来了 来 来 来了 这给你 我的事情 你也都知道了吧 那我就把话说开了 其实我们俩之间 不应该有什么牵扯的 所以 以后也没有必要再联系了吧 为什么到现在你还要说这些狠话呢 难道你真的不明白我对你的感情吗 我就是太知道了 否则我今天不会来的 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 只要 只要什么 只要我放弃这个孩子对吗 我做不到 雅雅 昨天晚上我想了很多 我试着聪明的角度上去思考整件事情 我体会你的感受 像会先是抛弃了你 然后秒无音信 现在你发现你自己有了他的孩子 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想逃避这些我都能够理解 不管你信不信 那一天在物馆办跟你求婚 一半我是想帮你 但另外一半是因为 我发现你就是那个人了 你就是我要用接下来的一辈子 对待的那一个人 你总是说我喜欢开玩笑 对 一开始我的确开玩笑 但 后来我控制不住我自己 我认真了 我认真了 今天我就想问你一句话 我希望你诚实地面对你自己的内心 回答我 你对我有没有一点点动心 哪怕只是一点点 对 现在说这个 还有什么意义啊 有意义 芽芽 如果你也对我有点动心的话 那请你换位思考一下 就这一次 站在我的立场上想一想 一个男人他喜欢的女人 身上有了别人的孩子 他该怎么办 前段时间看你那么痛苦 我也很痛苦 我比任何人都想要支持你的决定 可是我做不到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男人 这个事情 我真的做不到 其实我真的想不懂 为什么你要为那样一个男人生下孩子 你没有想过你以后的路要怎么走吗 你要当一个单亲妈妈吗 刘霍 你说的每一句话我 我都能够理解 但是我回答不了你的问题 我只能说 我们两个不合适 哪里不合适 没有 你很好 是我配不上你 所以真的对不起 为什么到现在你还要逃避这些事情 难道我们不能试着一起解决吗 你知道为什么你没办法回答我的问题吗 是因为你根本不敢去想 但现在有我 我愿意陪你一起想 好不好 我还是没有办法回答 我还是没有办法回答 这样吧 我带你去个地方 你听我讲个故事好吗 你回来了 鸭鸭呢 对了 鸭鸭呢 怎么全世界人都问我鸭鸭呢 我又不是她保镖 也不能她上厕所我都跟着吧 你吃香药了 问你一句顶十句 你急什么呀 还有谁问你了 没谁 消停会儿 烦不烦哪你 走什么呀 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呗 合着怕我听啊 妈 两口子说点悄悄话 您听着合适吗 我听这话的意思 是嫌我老太婆多余了是吧 你干吗呀 神神秘秘的 你说一大秘密 什么秘密啊 关于刘火的 说呀 何与其 刘火的前女友同建国的情人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谁和你说的 童话呀千真万确 我还以为多大个秘密呢 不就刘火有个前女友吗 富人之见 这童话跟我说呀 何与其现在还想念着刘火 我还信心念念要跟她复合呢 所以呢 所以要是咱们让她知道 鸦鸦怀孕了 而且这孩子是流火的 那 你有话就说有啤酒放 有什么宝货品啊 鸦鸦 我告诉你啊 你这孩子真的不能留 你说你又未婚先孕呢 说句就多难听啊 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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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话 你说谁怀孕了 谁怀孕跟你有关系吗 你刚才跟谁微信呢 我和我的闺蜜聊天 你管得着吗 你是说 毛鸦鸦怀孕了 这孩子是谁的 你可真搞笑啊 这孩子是谁的跟你有关系吗 你可告诉我 孩子是谁的 好了好了 告诉你吧 这孩子呢 是她男朋友刘火的 好